有空來北京東菇 不做工都不會被人等東菇 文化語聲音 你好我是Jachan Solo 今天來到Sepang Benggiu Longkai 我們走一個叫做Puketongu的山 一起上去找Birut 這裏找到三角鐵 好 原來一開始 就雙雙雙雙雙的路段 我上到平一點 再給大家看一下風景 這座山的高度 大約有278m 然後山路一開始比較斜 因為這座山是很多人玩 越野電單車 越野單車的愛好者 是很喜歡來這裏玩的 所以走上這座山的時候 也要小心 有電單車或單車經過 走了大約10分鐘 就到開這個最龐大的電塔 如果你有巨物恐懼症 說真的 你會很害怕的 我們走近一點 再看看 接下來 這座山的山路雖然分岔路很多 但是到目前為止 還是有路的指示牌 即是路牌 屬於幾安全的 繼續向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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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一個分岔路 我們上山 當然是跟著上路 沒錯 Let's go 好大的 好大的野電單在這裏 不要走近去 打開了會掉到你的面 下了斜坡之後 下了斜坡之後 就遇到分岔路 右邊 中間 左邊 這樣的排位 非常之細 不過細也見得到 走左邊 所以我們就靠左 一路向左 我們繼續 繼續 正所謂 下多少 上多少 下的時候就很爽 現在回來 到上的階段 好 這裏有一個 Y junction 我們靠右邊 這裏 一路向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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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就到了 沒有多遠 每次都是這樣說 還有五分鐘 Let's go 無驚無險 上了一輪之後 就來到這個 Buket Jander 到那個Buket Jander 也是有外站身 左右 我們繼續 向向向向左邊走 這裏有路牌 Buket Tonggu 又看到另一座山 Bukit Bujang 继续向前走 然后向左边就到了 来到这个位置 这里写字 拍照的观景台 我们就走过去看看 这里居高临下 今天衣服比较多 不然就看到阵队临 和阵队的方向 机场就看不到 就被山遮住了 比较可惜 这些这么阔的路 看到地下有明显的车胎印 就是说 这段路有很多月夜车 月夜电单车 和月夜的脚车 来这里玩的了 所以行山的朋友 要很小心的 因为当他们极速冲着陆 他们真的停不下 看不到 所以 大家互相礼仰 免得造成意外的发生 免得造成意外的发生 看到比较开扬的地方 就是我们到山顶 山顶会比较晒 所以记得 做好防晒准备 做好防晒准备 终于到了 比较三角蝎 Trick 好漂亮 好多人都会问 这块究竟是什么 起来遮阱的 还是被人休息的凉顶 其实不是的 这块三角铁 都有过百年的历史 这个就是在英国殖民地的时候 因为飞机 他们是没有GPS 是靠雷达的 飞机上面的雷达 打到地面 地面最高处 就是这个铁 金属的东西就弹回到雷达 飞机 就用它做航线 就不会迷失路 休息了一会 我们是时候下山了 我们由沿路下山 就没错了 Let's go 正所谓 雙山慢慢来 平路没停 现在下山了 当然不要浪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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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个出的方向呢 就有一个Y junction 的 刚才我停车的地方就是Lolong Ba 所以我们就向这个方向出 就包没错了 记得迎营路 genau 离开刚才的Ylica之前 不远 就到哪一生 巨型的电塔 也得是说而且完全tu 안� garig 所以這個山徑適合早上來 這樣就不會太曬 如果是下午就非常曬 而且這個山路是比較開揚 而且有很多電線是很接近的山路 所以下雨天千萬不要來 你會被電電的 好 無驚無險 又出到Trillheat 如果你喜歡我這段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留言 和記得看動一粒小叮噹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請來 祝福 作詞・編曲・編曲 初音ミク